随着国家元首否决了内阁提议的紧急状态 我国政局接下来会如何发展令人关注 我们电话线上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潘永强先生 来帮我们现场分析 潘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问您是怎么解读元首的这番表态呢 也就是拒绝颁布紧急状态 一般上在国家沉庭时期 要宣布紧急状态是一个空前的大字 那么元首应该是衡量了目前这个疫情 其实没有严重到需要判斧紧急状态 那么同时也考虑到紧急状态 如果一判斧出来 对于我们的经济的波动 还有议会民主都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冲击 那么当然作为一个国家元首 如果社会没有出现严重的危机 那么君主或者是元首 通常也不会倾向让这个民选的政府 拥有过渡的权利 或者是不受制衡的权利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相信民间的声浪 公民社会的反对声浪 元首应该也是听到了 所以这个决定对于阻止 我们把来自亚民主体制的一个崩坏 其实起了一个莫大的作用 是 至于这个皇宫在文告中有提到 陛下乡羡慕有点有能力领导现任政府 继续对抗疫情 还呼吁所有的国会议员 别做出会干扰现任政府稳定的举动 这当中其实释放了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其实这一方面表现出元首 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的一个高度的姿态 首先是要勉励或者是鼓励 所有的医疗人员 前线人员的努力 以及给现在的政府一些肯定 但是同时他这个谈话 他这个文告里面这个讯息 也是为了铺陈 他下来要说的 为什么不需要紧急状态 为什么否决紧急状态的这个要求 因为既然元首相信政府是有能力的 而且政府也的确还有很多抗疫的途径 那么就没有必要在先阶段要求这个紧急状态 但是这个元首的文告里面也要求国会议员 各党派不要干扰 目前政府的抗疫的这个行动 一来当然是这个元首 元首不希望在目前我们处于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严峻的阶段 不希望政府有出现这个波动 导致这个提前大选 闪电大选 那么另外一个潜台词 其实是要表达出 既然有很多不同的党派或者是公民社会的力量 不同意这个紧急状态 那么元首就劝告或者是提醒大家 就不要干扰目前政府的抗疫的行动 或者是要配合这个抗疫行动 避免让母帝宾政府再有借口提出要求 再有借口要争取这个紧急状态 好的 是的 所以陛下就否决了这个紧急状态这个选项 甚至还呼吁要政治稳定 那您认为我国政坛接下来 是不是真的会因此就稳定下来 母帝宾政府在这几天 要求或者是争取这个紧急状态 结果现在被国家元首否决了 那么在社会的舆论上 要求紧急状态这个动作 也引起很大的负面的反应 所以某种程度上 这个是母帝宾政府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那么随着他被元首否定了 或者拒绝了这个要求 我们可以说目前母帝宾政府 或者母帝宾首相 他已经成为破脚的首相 他同时也没有在国会掌握稳定的 或者是明确的大多数 所以目前这个政权它是有风险的 它是有这个不稳定跟甚至垮台的风险的 所以短期内我相信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局 还是会处于这个波动 有一些东当的风险的状态 那还有另外一个隐忧就是 可能会有政党利用即将提成的财政预算案 制造政治的不稳定 那陛下今天就强调了 这份预算案在疫情笼罩之下 显得更为重要 尤其是前线人员需要拨款 那潘先生您认为 陛下这番表态之后 预算案顺利闯关的可能性会不会提高呢 人手对预算案的这个谈话 主要的讯息是提醒目前的武汐町政府 不可以再借用其他的理由或者是借口 来回避预算案的讨论 或者是预算案的表决 某种程度上 这个是想约束 或者是封住 政府不把预算案提交到国会的这个风险 所以对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严肃的提醒 或者是一个严肃的警告 所以下来预算案会不会顺利通过 尤其现在这个危机政府 他应该是在国会里面 没有掌握迟迟的多数 那么如果他要确保预算案可以顺利通过 他就必须做出某一些政治上的和解的动作 比如说 下来 政府愿不愿意跟武统做出一些让步 或者是向反对党示出一些善意 争取反对党在预算案投票里面不进行反对 或者是武统不进行倒阁 那如果母席定政府愿意在预算案投票里面 做出某种妥协 正让步 那么既以国家利益 或者是国民的需要 各党派应该还是会让预算案顺利通过的 前提是武统必须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 好的 谢谢潘永强先生接受我们现场的电话访问